欢迎继续加入今天的十点不一样 我是钱丽如 我们首先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柬埔寨的诈骗事件 网红BOM从去年开始 是救了非常多受困在海外的台湾人 当中他发现 外馆的处理态度似乎是不够积极的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位个案 这一位受害者是在去年十月 被拐骗到了杜拜落地之后 他的护照跟证件都被扣走 而且期间他有两度打电话 联络外交部迟迟等不到人来救他 十二月底的时候 他试过寄信给驻杜拜办事处 但是对方却跟他说 没有办法帮忙 逼得他最后只好抱着必死的决心 跳楼逃生 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之后 他向办事处申请临时护照 却又迟迟没有下文 最后写信向总统求救才获得护照 前后是历经了一个多月 才顺利的返回台湾 因此他也通批认为办事处 几乎是毫无作为 而面对这些指控 今天外交部长吴钊谢他 作出回应了 他强调该案申请护照的流程很顺利 同时他认为应该谴责的对象 是诈骗集团 不是第一线为外交打拼的基层同仁 这显现双方的想法 似乎不在同一条线上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